香港有名的食品家蔡兰 对台湾的美食推崇备至 而且很多次的率领美食团来台湾尝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蔡兰 它必吃的一家苗栗客家菜的餐厅 老板的客家创意菜非常多 最有名的就是椒盐猪脚还有芋头糕 蒸到甘甜入味绵密软嫩的白绿三宝 入口Q进十足的芋头糕 还有还有只炸到外Q内软的椒盐猪脚 就是这一道道正宗的客家料理 辱获香港美食家蔡兰的心 不但在店内的名人墙上留下大大的签名 甚至在一年之内三度率领美食团上门尝鲜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 它是客家菜很代表性的 我有一些团友都是客家人 他们会很喜欢 这是菜兰在2008年7月率领美食团来台的画面 其中位在苗栗三亿 这间开业将近20年的老字号客家餐厅 不仅吸引香港饕客闻香而来 店内常可见到大型游览车 载着大陆 日本等地的旅行团前来 它前后来了三次了 给我们带来的回想很大 尤其是很多的观光客 有日本人 大陆人都是它的读者 从它的专栏 然后旅游地图带着来 而说到店里的人气招牌菜 首推着到改良自客家大陆的白玉三宝 苦瓜 冬瓜 大白菜和排骨肉 看似平凡的食材如何变身美味佳肴 已经有十多年客家菜烹调经验的老板饭粮发收 光是食材的挑选就很费勾 白玉苦瓜做出来颜色比较好看 然后它也没有那么苦 颜色上面亮度比较有 然后山东白菜是脆度比较有 那冬瓜我们要采用比较 比较猪大的 苦瓜 白菜 冬瓜处理完毕之后 放入浑水中汆烫捞起备用 而影响白玉三宝口感的另一大关键 排骨酥 大家说一定得严选温体排骨肉 盐巴 米酒 酱油去腥 加入一整颗新鲜鸡蛋 搅拌搅拌 让肉更加软嫩 紧着着还得用玉米粉和太白粉 替排骨肉来个加强版的全身码扎机 排骨酥我们是用玉米粉跟太白粉 调和下去裹粉 这样子它的裹粉的硬度才不会那么硬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先做好的排骨肉下锅炸到酥脆金黄 过油沥干 酱汁的部分用蚝油提鲜 混合鸡粉 油葱酥等香料调味 再加入排骨酥和太白粉水勾芡 就成了浓浓稠稠的排骨酥根 这时候还没完呢 苦瓜 冬瓜 大白菜铺底 倒入排骨酥根 盖上保鲜膜 送入蒸炉 蒸上三小时左右 等到食材吸收酱汁精华 这招牌的白玉三宝就能够上菜咯 油亮亮的白玉三宝 包含软嫩滑顺的白菜冬瓜 苦瓜入口甘甜 和软嫩的排骨酥肉 多层次的口感彻底征服美食家菜篮的心 这里做得很好 而且还加了苦瓜 白菜来封那个肉 这个肉很有特色 客家美食第二道登场的是椒盐猪脚 经过拔毛处理的猪脚 先经过大火油炸 让猪脚外皮紧实不松软 结果之后还得放入 以二十多种中药材特调而成的卤汤中 小火炖上两个小时 等到白白猪脚换上咖啡色的外衣 就能捞起备用 不过可别以为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 老板说要让猪脚胃皮吃起来更加Q弹 还得放入油锅中 经过二次回炸才行 第二次煮好了 它表皮已经松散了 然后再把它再紧缩一次 那口感会更怎么样呢 口感会比较Q 油锅中饱满的猪脚冒着小气泡 等到水分收干 外皮酥脆的椒盐猪脚就能够上桌咯 没有吃过这样煮法的 很特别就对 没有那个很油的感觉 然后还可以吃得到那个中药的味道 我们之前在香港的那个杂志 还有那个美食节目有介绍这一道菜色 客家道地口味 美味程度上看九分 装潢明亮整齐 整洁度也有八分 而老板夫妻带客亲切 服务不识水准 将客家菜加以改良变化 却又不识道地的客家口感 老板夫妻坚持以低廉的消费 让客人品尝到正宗的客家料理 一桌十人份的菜肴 七菜一汤 不但白放让你免费吃到饱 只要两千块钱有找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用心 让这家老字号的餐厅 仍在苗栗当地一礼不遥 一天见 菜天好漂亮 欢迎开港来品座